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玉婷 我是小孩 我是莉杰 我是金云 陳佑 我是有翔 我是徐薇 來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的 一定要找 仙周豹 那身為高雄地頭蛇 我第一個推薦的就是大港橋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的風景 不管是太陽啊 想要看夕陽的有 想要看海邊的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很多的演唱會 都會舉辦在那邊 對 都是一個 非常適合你去觀光啊 去休閒的地方 然後再來吃的話 就是奇經的海鮮店 對 就真的就是 很新鮮 對 很新鮮 其實我是高雄人 只是我沒有住在高雄 文昌版 文昌版 我是高雄出身 對 然後小時候住過 可能一兩年這樣子 然後我最喜歡的東西就是 私木魚腸 有人吃過嗎 有 其實它是炸的 對 推薦給你們 謝謝 因為我有印象的話是就是 在高雄的時候吃過豆乳雞 我覺得很棒 那個口味 跟一般炸雞是有點不太相同這樣 來 那其實我也算是隱藏版高雄人 怎麼大家都高雄呢 因為我爸媽媽是高雄人 然後我就每年過年都會回到高雄 那我最喜歡的是 他們的小霸丸 這個是在台北吃不到的 就是每天早上早餐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會去 他從小吃到大力家小霸丸店 然後他們是一盒 就跟台北吃的那種一大顆的不一樣 對 然後我覺得 那個是對我過年回高雄吃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很喜歡 推薦給大家 我對高雄的印象比較少 就是大家一定最基本 八五大樓嘛 對 對 就大概就這樣 好 沒了 一大 一大 一大遊樂園 好啦 其實我也是隱藏的 不知道 沒關係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只有來過高雄幾次 但是我對高雄其實就有滿深的印象 先講幾點的話我覺得心絕強 因為它讓我覺得就是很像 台北的西門町那種感覺 高雄這邊的生活比較好輕鬆 就是好慢 讓我覺得好像來這裡是在度假一樣 因為我之前也有幾次是下來跟蔡陳佑一起合作 然後有時候去找他玩 然後就覺得高雄其實滿舒服的 而且風景真的都很漂亮 然後你可能開過馬路 哇馬路超大 他路很寬一條欸我覺得 而且高雄我覺得好熱情 我很喜歡 會比較放鬆一點 放得開 就是高雄的熱情不能少 對 所以就是很謝謝大家 就是不管我們在台北場啊 還是高雄場都有人力挺 對 然後今天剛好又是我們代言 很興風之骨 然後相信大家也都有玩過 然後也都很期待就是我們代言會有什麼 新的驚喜新的一些企劃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剛剛在活動的會場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天王星的朋友還有兄弟 可以跟粉絲們有一起幫我慶生 然後滿開心的 然後也很感動 可以有這麼多人幫我慶生這樣子 很謝謝大家 然後希望粉絲可以多補充水分 因為外面很熱 然後也有下雨要記得帶傘這樣 因為今天的話是我們 就是翻玩蜂巢金木展嘛 那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記得來參加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初步踏入這個圈子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因為這個圈子或許跟一般外面生活不同 因為我們需要面對的是觀眾們嘛 所以有很多行為居住我們會被放大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學習要去進步的 那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唱歌跳舞實力 我們還有一些就是人品的部分 或者是謙虛禮貌等等要去學習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未來一整年 也需要準備練習的目標 那再來就是你們有期待了我們任何作品 那有消息的話我們都會公布出來 那持續關注我們天王星 Yeah